33. 文匯報 全港75屬食市長僅33個根捉規例 2015年7月13日新聞專題A08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民心 食環處核下街市現時按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規定 需要安裝消防安全措施 以便為佔用人與使用人提供更加防火保障 不過 審計處發現全港75個公眾屬食市場中 只有44%採取全部訂明措施 食環處及消防處回覆審計處指 會對違反消防相關規例的案採取執法行動 如有不遵守者 食環處會考慮中止租約 甚至撤銷牌照 火災危害生命財產 公眾屬食市場如同任何商業處所或食市一樣 同樣會受火災威脅 現時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第502章規定 消防署署署長可要求商業處所和商業建築物 遵從有關消防安全措施的規定 即可要求在這些商業處所和商業建築物内 為安裝自動噴灑系統 機械通風系統自動停止設施 緊急照明裝置及設備 消防山與喉嚕系統 手控火警警報系統 及手提適滅火器 目的是向商業處所及商業建築物的佔用人與使用人 提供更加防火保障 食環處已終止租約審或除牌 不過 去年12月食環處因應審計處查詢 檢視定名措施的推行情況 並將有關情況告知審計處 在全港75個公眾屬食市場中 只有33個44%已採取全部6項定名措施 不少屬食市場只採取了其中幾項定名措施 以屬食小販市場採取的定名措施都不多於兩項 食環處及消防署回覆審計處旨 會聯手檢討各公眾屬食市場的火警風險 並對違反消防相關規例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 如有租戶或小販妄固消防署執法行動 不遵守有關消防規定 食環處會考慮終止租約 甚至撤銷牌照 慢慢來 進入 蒸出 放森